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16日 星期六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繼續緊守崗位 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的最新消息 今早起床應該幾凍一下 天文台應該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最新的天氣預報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B商昨晚廟街夜市開羅 據報反應也不錯 當中有當反希望香港人幫回香港人 說到近日很多香港人不想消費 廟街夜市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都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預告了星期六上午 是會發出今年入冬過後首個寒冷天氣警告 市區最低12度 報到幾下的問題 說到冷風迫近 寒意殺到 天文台在昨日下午預告一度冷風會在今天12月16日橫過華南沿岸 今早早香港天氣轉動 市區氣溫最低攝氏12度 更加有幾陣的趙雨 預料會發出今年入冬以來首個寒冷天氣警告 當中天文台表示到下星期一、星期二氣溫又會稍為回升 不過早晚天氣仍然較為寒冷 並預計乾燥的季後風會在下週中期抵達華南沿岸 到時天氣再度轉動 日夜溫差都會較大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早早冷不冷 問問各位老友記最清楚 不妨講講各區的天氣 據報今天市區早上最低12度 天文台極有可能發出寒冷天氣警告 另外也講講廟家夜市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據報入夜開羅 當主擔憂不想熱潮影響生意 期盼香港人幫回香港人 報到幾下的問題 香港夜奔分活動是再度來臨 為期半年的廟街夜市 在昨晚7點半正式開羅 在廟街設有地道美食 還有懷舊小食的攤位 還有設多個主題打卡位 不少檔主對夜市生意感到樂觀 但是也有人擔心 香港人不想會影響生意 希望香港人可以幫回香港人 這次廟街夜市擺在佐敦廟街排庫的位置 設有22個特色美食的攤位 還有近10個懷舊小食 流動攤檔 除了香港地道的魚蛋 燒麥、蛇筋之外 也有和牛、台式食物、印度、土耳其等食物 當中五鏗牛閘的負責人 阿金就表示為了振興香港經濟 所以來參加廟街夜市 他本身不是飲食業出生 想著趁機會嘗試一下 靠前輩教路 希望賺到風山水氣 食檔的燒麥賣20元10粒 40元20粒 牛閘就50元 期望生意越多越好 另外賣蛇筋的劉先生 今次主力賣蛇筋 還有糯米飯 大碗蛇筋85元 細碗48元 他期望可以帶動香港經濟 令到廟街更加多人流 但都擔心香港人現在比較喜歡不上 會影響生意 現時廟街的市道比疫情的時間更加差 他坦然希望香港人可以幫回香港人 帶動經濟令到生意更加好 不過他仍然對生意感到樂觀 因為之後天氣轉良 相信可以吸引客人前來 另外夜市也有一些流動攤檔 例如賣飛機籃的David就表示 爺爺70年前在香港賣飛機籃 但自己和爸爸就沒有繼承行業 他認為廟街文化還有飛機籃 都是值得保留和推廣 之後就會不定期來到夜市擺檔 而一包的飛機籃就會賣10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看來現場很多的當主都相當樂觀 亦有當主呼籲希望香港人幫回香港人 不知道各位網友 未來半年時間 廟街夜市都會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去廟街走回一圈 當然相比於當年大達地時代的廟街 應該都差一段距離 但怎樣說都好 在夜繽紛的情況下 廟街夜市能否長期振興到 廟街一帶的經濟還要有待觀察 另外亦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元朗鐵皮村屋大火 龍煙沖天兩人送丸 鄰近的青年女社住客要疏散 報導機內就看到了 元朗馬田博近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 在昨晚晚上8點多有鐵皮村屋發生大火 現場火光紅紅 龍煙沖天 消防接報廣致的動用至兩條喉 兩隊煙霧隊和星雲梯灌救 並疏散附近村民 還有青年綠洲的住戶 消防署晚上9點45分表示 起火的是馬田博村兩間鐵皮屋 消防人員正在滅火 如果市民受到徐風飄散的煙霧 還有意味影響 可以關閉門窗和保持鎮定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場火亦都成為了元朗地區群組的熱話 據報現場有兩間鐵皮村屋大火 龍煙沖天 辛苦消防員幫手 據報有住戶需要疏散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東涌旅途人疑似衝登 遭到旅遊巴士撞飛幾米 片段傳來多下的驚叫聲 報導記欄文提到 東涌昨日12月14日發生交通意外 下午4點多 一名42歲聖業的女司機 駕駛旅遊巴 圓形東路往文東路方向行駛 洗字形稀路交界的時間 撞到一名過路的55歲姓樓的女子 傷者頭部流血 幸好仍然清醒 被送往馬加列醫院治理 網上就流傳事發一刻的車鏡片段 當時駕東路有多輛車行駛 包括涉事的旅遊巴 不過當洗字行人過路處的時間 一名行人突然橫過馬路 當時的行人過路紅綠燈 就疑似是亮紅綠燈 旅遊巴士收制不及 將該名途人撞倒 影片期後亦傳來多下的驚叫聲 事發過後的圖片顯示 傷者被撞飛幾米 倒地不起 有人在旁邊了解傷者情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旅遊人被撞飛幾米 當時估計行人燈是紅燈 估計不知是否是旅遊人衝紅燈 結果就要送院治理 幸好送院的時間是清醒的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機場的士 坑巴士 交通一度擠塞 旅客要逃步拖劫 趕著乘飛機 報道的流氓看到 在昨晚晚上7點多 機場路一部的士和巴士相撞 45歲的的士男司機感到頭痛 而且車門受阻 一度無法離開車廂 因而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後將他送院治理 結果事故期間 機場交通嚴重擠塞 網上圖片看到 有趕著乘飛機的旅客要下車 拖劫在馬路逃步前往 客運大樓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估計昨晚都不少的旅客 都可以說是相當之狼狽 據報當時撞一撞過後 交通嚴重擠塞 不過有旅客趕著乘飛機 結果下車逃步拖劫 直接走去客運大樓 未知最終能說不說撤飛機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繼續勤力拍片 緊守崗位 和大家繼續面對著香港不同的風雨 而最重要近期的天氣 也都是非常怪異 一時就很熱 一時就很冷 人都很容易病 這段時間各位老人家 老友記 最緊要注意身體健康 留意天氣資訊 也都是穿適合的衣服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